略说一下这个商周的青铜器 那么第一个想讲的是这种技术 做它的技术是怎么起源的 后来怎么传播 在做的时候放了几个图片 放了几个背景 那么背景是意图在说明 整个青铜时代或者说是这个时间段 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这种艺术品 青铜的艺术品 那么做完应该大概这里讲到了 埃及的讲到了苏妙人的 然后刘宇德还有中国的 那么在做完之后 就要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苏妙人的童牛 想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见解 就是说牛的这个主题 好像在欧亚大陆是很通行的 一下子马上就想到了 比如说在埃及吧 在埃及的信仰里面 拉神的女儿叫哈索尔 那么她的化身是一个母牛的形象 还有那个也是明星材料 大家可能知道 就那个纳曼尔调色版 下面好像有一个公牛的形象 那么在那个两个流域 或者说西亚 回忆起来好像有这个 这个好像巴比仁的那个伊斯塔尔门上面有那个牛的浮雕 还有是那个硬章 那个滚筒硬章 好像也好像也有牛的形状 还有呢是这个 可能在这个伊朗高原上面 那个密特拉 密特拉教有 那个密特拉图牛的故事 那说起密特拉可能 不知道这个 那个太阳神 他是那个代表太阳神吗 那个他在那个 后来传播到中国 然后慢慢而变为所谓的弥勒 这个形象差别还蛮大 蛮反差的 然后还有是 还有是希腊神话里面 好像也很多 那么比如说这个 教科书里面都会提到 这个米诺斯牛 还有呢讲到那个欧罗巴传说 欧洲的那个传说 讲到这个宙斯 然后变成牛去去拖它 讲到中国的话 好像更直接的反应是 那个牛作为一种牺牲 还有这个甲骨的这个材料 那么这也是在做的时候 就又突然想到 这个牛的形象 真的也是一个 好像蛮有意思的 那么接下来 简单的这个作用 这个基础性的背景 是 当然 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 从这个考古上来说 或者是从这个历史 史前世代的这个分歧来讲的话 那么在这个考古的分类上 这个器物的分类上 最先有这个丹麦的考古学家 汤姆森他提出的这个观点 有这个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还有这个铁器时代 那么这也是讨讨论青铜的一个 青铜器的一个基础 那么从中国而言的话 从中国看的话 他们是怎么认识 这个青铜的技术的 2015年的时候 这个陈建立的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 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这个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这个阶段里面 是这个金属制造的这个第一次浪潮 然后呢 他讲到公元前1000级 是第二次浪潮 那么他提出 他觉得是 是中国地区 他是引进了 吸收了 然后再创造 然后加以那个自己的一种 在地化的那种变化 然后还有还有反馈 那么这个许红也特别写了一个专注吧 这个专注 这个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 讲到的是东亚金铜朝 那么之前他做了一些 还有一些讲座 这个讲座里面 他用到图 这个图是截取了别人的图 那么他的概览就是讲到了 欧亚的整个金铜文化 是从西边像一个浪潮一样 冲击而来 然后影响了中原地带的 诸多这个遗址 主要是通过北方的时髦 还有后来到中原的这个陶瓷 而这个梁祖或者是临家 他们代表那种 预示的那种影响就退出 到了这个 这个二里头 二里港到阴虚的这个 这个部分 他就变成了青铜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包括是西南地区的 三星堆 他也是青铜化的 那么到了这个三 还有周的时代 青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他就占据了完全一的主导 那么往前追索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观点呢 应该是与这个发布在 Antiquity上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章有关的 就是这个本杰明罗伯特呢 他和几位 一起呢 发布了这个 欧亚大陆的这个 铸造书的 金属铸造的一个发展历程 那么陈建立的文章 就下下来看呢 就是他直接引用了 这里的图 那么 当然了 这个 这个杂志 是很著名的考古杂志 你可以自己再去看 那么网上都是 有许多这个文章 它是免费下载的 那么在这个 那么到底 它那个过程是怎样 可以看那个图片上 那么简单翻译 是 大概是这个 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面 那么 那么安纳托利亚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讲到这个 语言 还有这个 眼睛术 这些东西 还有 还有这个游牧 好像都 不会陌生 那么 最早的 对这个 铜矿的使用 就是在 安纳托利亚 是在 公元前 9000年左右 那么 然后的 时间段 是 公元前 7000年 在 美索托利亚 人民开始制作一些 小型的一些 铜器 到公元前 4500到3000年之间 美索托利亚 南部的军营 就制作出 这个工具 和铜器 那么 这个 清晨的浪潮 延播到 这个 东亚 是 到了 这个 公元前 前期的 一个时代 那么 这个新书的观点 这个许鸿的书 这个书的一个观点是 这个 在公元前4700年到 公元前1700年 就是所谓的 阳烧龙山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前锋 前锋所到 那么 到公元前1700年 到公元前1300年 是核心区的一个 然后最后呢 之后 还有一个 这个 卫生 那么 在右侧 在左边的这个图片 是另一位 这个 UCLA的 林敏 他的这个文章里面 把整个 龙山文化时代的 这个 这个互动 这个交流的一个圈 做了一个图示的讲解 那么这个 新章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强调 或者他们会强调 这个 这个塞伊玛托尔冰诺 现象 那么之后 也会有所展示 也就是说 一个 比较主要的观点 就是说 是中国 北方的 人物 是 这样的一种 这东西带来 这个图片来自于 这个 李刚 的 这个著作 文物出版社的 这个 中国北方青冬基的 欧亚草原文化因素 图片实际是来自于 这个著作里面 大约在 公元前 两千年的时候 初 初始期后段的 欧亚草原青冬基 诸类型文化分布 观察图片可知 这个 中国的 这个 智能器 首先出现在 黄河的上游 呃 七年三一带 其次是 希腊木人河的下方 希腊木人河流域 那么 呃 这个传播的过程中 呃 路径是 前途 展现出来 是通过 北方的 这个 呃 叶尼赛河流域 包括这边的 呃 黑野海 黎野海 呃 这样是一个从西 从北往南的一个过程 呃 那么具体的细致 叫做细致的一个 来讲的话 呃 也是之前所提到的 所谓的 美丽中国湖 呃 黄河流域 然后再深入到 呃 中原地带 这个过程 呃 具体的实物 呃 呃 也是这个 这个可能都看过 呃 一个是 这个甘肃的 马家尧的青铜小刀 这是相对 最早的 那么进入到这个中原的地带 呃 比较典型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流域变是这个桃寺的 这个桃寺 到了这个公元前1700年 就是二里头的断代开始的时候 呃 到公元前前400年 呃 这个时候发现两个变化 一个是 呃 在中国的这个地带 呃 麒连山 呃 鹰山的南部 河套 也就是河套 这个 还有黄河的下游 呃 呃 整个 这个青铜的一个 分布上来说 还是呈现这种扩展的 但是啊 呃 变得更加的 普遍 那么 另一个我们注意到是 呃 整个 从黑海 上离海到 呃 东方延伸的这样的一个 文化遗址的分布呢 呃 很快的就延伸到 东部 呃 那这个 韩生的观点呢 也是呃 呃 比较重要 或者是呃 呃 广为接受 呃 呃 韩生的这个观点 其实就是呃 呃 说来简单 就是说呃 呃 和他的这个 北部的这个草原邻居 之间呃 呃 他们通过这个 这样的一种交往 中国呢 就学到了两个相当重要的技术 呃 一个就是这个青铜和铁器的演练 而铸造 呃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拉战车 呃 在这个 二里头的时代到周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呃 呃 草原的因素呃 呃 或者说是影响 是非常强烈和巨大的 那么在他2017年的这个 中国和草原接受和抵抗 这个文章里面呢 呃 呃 举到了这样一些案例 呃 那么图都是来自于这个文章 呃 第一图 第一个图是讲到了这个呃 呃 游牧族群和这个中原 的主要的铁器时代的遗址 那么第二个呢 特别强调了呃 在这个东部草原和这个中原地带之间呢 呃 存在一个呃 就是所谓的这种小剑或者是那种匕首 它的这种设计和艺术形象呃 是有相当的联系联系性 呃 呃 包括这个这个带着一个勾勾的这种矛头的这种 现象啊 那么这种风格被认为是这个塞伊玛图尔宾诺 现象的一种标志标志性的 一种 那么从这个 也是一样从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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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中原地带呃 呃 呃 感觉上是有呃 明显的传递性在这里面 那么 同样的这个中文的著作也是也是有这个呃 呃 因为穿的这个专注而也停掉了这样的一种呃呃呃这个传递的一个明显的路径 塞伊玛图尔宾 查读他所想讲述的传播的路径 然后我们来进入到中国青龙器的更深一步 金石我们可能都听说过 所谓一个词叫金石学 金石学可能到处人都知道 体验又是一代 近代也比较发达 到近代就正式变为学书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是马恒 这个马恒他写的一个著作 《中国金石学概论》 被称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那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讲到了 也是提到了一种 也是现在所谓盖棺定论的说法 他讲到说有宋一代有专门 去研究这个金石学的 而这个最初的开始呢 定在这个欧阳修的极古路 那么宋盘的认识 这个金石学著作 当然不少了 那么我们展示一个吧 就是这个宣和博古图 从这个他的一个形式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种 展示图片 然后呢把名文摘录 名文呢转写 然后呢之后 有一部分呢 有一部分还有考证的一个试文 那么这个图片是几个明代的重修本 那么他的开篇 也就是第一篇这个 这个博古图的第一个细形 他讲的就是顶 那么顶可能有 因为顶呢有重要 那么后世所知 当然这种顶呢 岂无重要的顶多了 现在最常见的 最多题的是这个 所谓的后母屋顶 或者私母屋顶吧 但是这里呢 我就不再 反而不太愿意去讲这个顶了 我们通过一个所谓的尊和诀来看 古代呢 封诀 诀是诀位了 尊啊 尊贵 尊贵呢 我们连称的时候呢 又提到这个尊 可见这个尊与诀啊 其实呢 也相当重要 而这个所谓的诀啊 是这个饮酒器的通称 而尊呢 是陈酒器的通称 可见呢 这两个所谓的尊贵和风诀 这两种 这种的概念呢 都跟酒有关 那么来看 尊有的时候 或者说在 更接近现在的一些古文里面呢 再加上木字旁 那么它指的是张州时代的 大型的陈酒器 有的时候呢 它跟这个仪连在一起 尊仪呢 是礼器的重名 尤其是我们在这一些 这个器物的这个名文里面 经常看到的是 这个连称啊 叫做宝尊仪啊 那么就是在 在画面当中有啊 那么尊仪呢 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体现 那么尊的话 它是从分类上来说 是有两种 第一种 是我们看到的 右边的这个 像合尊 这一个代表的类型 它就是一个圆筒形的 然后上面呢 就是有一个 喇叭口的 是可以 可以直接引走的 这个形状 那么第二个类型呢 是不一样 就是说有 有那个动物的形状的 我们叫它西尊 它是有各种动物形状 那么这里所举两例 第一个是 这个上面的 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个 叫做牛尊 那么下面那个 更知名一些 就是这个 四阳方尊 那么也就是说 简单说来 就是这样子 它是有两个系统 再说到绝 那么什么是绝呢 这个一开始呢 比如说 孙姬为代表的 这个说法 绝呢 是一种传统的 用于饮酒的 这种容器 但是后来呢 有些不同的观点 这个比如说 袁博克说的 朱凤汉 好像也有说到 讲到说 这个出土的这种 三足的绝啊 还包括那个 这个甲 这些东西 这些器物 它底部呢 是有一些 冤熏的痕迹 那么可见 它们的功能 可能是用来加热的 它们是一种 温酒器 而不是饮酒器 那么这个 从时代来排布的话 在商周时期啊 是存在 这个 大量的三足绝的 那么与之相类似的 还有三足脚 三足甲 那么它们都是 所谓的温酒器 而当时呢 流传的所谓的 五绝说法 有绝 有孤 有智 有脚 有散 那么 比如说这个甲 它是有柱的 那么也就是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 把它们这个 所谓的五绝 也就是所谓的 绝 孤 智 脚 散 或者是甲 那么它们从 这五种 这个 跟就相关的器具 我们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绝 还有这个 智 还有这个甲 它们呢 是用来温酒 这酒呢 进行加热 而这个 孤 智 还有 瓶 它们呢 可能是这个 用来饮酒的 而从气形上来说呢 也完全说得通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杯子一样 这个所谓的 孤 至尊呢 它们都是这种 铜口的 可以用来 方便 饮酒 那么跟我们的 实际也联系起来了 而这个 绝 还有这个 脚和脚呢 它们的形状 能看起来更适合 用来对酒进行加热 那么最早的这种 温酒 出现在这个 二里头 这个里面 这个气形呢 它是三足的 还有这个斑呢 就是这一侧的把手啊 它还有倒酒的这个流 那么还有后面 还有尖尖的尾 更接近甲的形状啊 那么这个商代的绝呢 更加繁复一些 首先是这个斑 就是这个把手用来手持的 下侧呢 有三足 后面呢 有尖尖的尾 然后这个杯口呢 有柱 前侧呢 是用来倒酒的 这个饮流的槽 所以称之为流啊 而这个商代晚期的 这个甲 也是如此啊 那么 这个不太相同的呢 是 它是没有流 也没有这个尾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脚啊 这个脚的话 也是啊 就是 就是它没有这个柱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到这个饮酒器啊 它们的形状呢 很容易理解 这个口子大大的 可以这个正好对准这一棒 那么 这些个器物呢 可以看到这个 从准备开始呢 是第一个是这个 二里图的 这个陶姑 那么当然啊 我们发现这种 这个 虽然它们的器材 它们的这个材质变 从这个陶器 到这个 这个青筒啊 但是这种设计的思路 还是一脉相称 到后来的这个 商代中期的这个 以及这个 商代 这个有明确几年的 安阳诸土的这个 骨 它们的形状 它们的用途 现在还都是一脉相称 然后这个质 它更像我们今天的 这什么 就矮角的 但是呢 比较的 宽一些的这个 饮酒器 还有就是 尊 尊的话 好像形状上呢 跟前面两者 也不相同 它的中部呢 会有一些造型 好像有一些 比较偏大的一个造型 然后它的口呢 也是开得相当的大 跟这个 是相似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灵感 来自于这个 或者是我们这个 内容 我们很大 参照了这个 比较新的一个观点 是之前 颜不客 发的一个两个文章 它讲到了 这个所谓的 无诀 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是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去看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历史的时段当中 人们所认识的这些歌 酒器 它实际 现实跟我们的认识 发生了很大的变差 上周时代呢 盛行了这种 饮酒的方式 一套温泽的器具 一套饮酒器具 这周间的这个变化 到了这个 春秋战国 后来 在这个 李书困帅的 一线著作形成之后呢 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理智的 四度设计啊 那么反映在 我们可以看这个 宋克的理记 这个版本里面 在证文里面呢 他讲到了这样一段话 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 原则是以小为尊的话 那么这个 在宗庙祭祀的时候 尊贵者呢 就用诀言来献祭 而这个身份呢 相对脚下的呢 就是用通过伞来献祭 而通过正玄的柱呢 我们发现了 在这个后世的 这个理学作者的心目中 这个诀呢 是一身 是一身的容量 因为以小为尊 而这个剑者 他所献的这个伞呢 这里我们讲到了 这个是五身 好 那么后面呢 他又讲到了 尊者呢 举志 单者呢 就举脚 那么同样的 这个志呢 是三身 而这个脚呢 是四身 好 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可以发现了 这个 这种原来 上周时期的 实际情况下 使用了 变成了一种 理化的一种 制度表达 到了宋代 这个诀呢 又进行了 再次的一种 再创造 在这个 李灵的专注里面呢 他提到一个 有意思的故事 在北宋中期的时候呢 有人就送给 苏氏一件 三足双柱的 一个青龙器啊 那么苏氏呢 却不认识 这是所谓的诀啊 因为呢 作为这个 理学 理学 熏陶下的 这个书氏 他呢 就不认识 这个三足的诀啊 因为这刚才 我们也看到 在李济的 记载当中啊 这些所谓的诀 这个诀 字 孤等这些东西啊 他其实都是 表达的是一种 容量 是一种这个 区分 尊卑的 制度设计啊 其实 其实是没有 那个很 这个就是 表达原本的 那种形象化的 一种表述啊 他是不知道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在这个 比如说 宣和波谷图里面呢 就 对于这种诀啊 对这些 其他的这一些 这个青龙器呢 进行了一个 再创造 除了把这些 器物的 描摹下来以外呢 对他的理解 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著作呢 他所代表的这种 一种认识呢 就深刻的 就影响到了 后来的这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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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观念啊 他这种命名系统呢 就是 产生了 比较深远的影响 就是说啊 那我们比如说 那我们比如说看这个 嗯 圆明时期的啊 比如说这个 圆曲悬里面啊 呃 在这个 那么这个材料 是在中国的 国家图书馆里面 去搜索得到的 那么 特别用了放大 我们可以发现 还是很容易 比较清晰的 可以看到啊 他是三足的 然后有柱 呃 有这个柳 有伪的啊 那么显示 这两名女子呢 正在使用这个 三足诀的 饮酒器啊 那么更为常见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尤其是在一些 影视剧里面啊 呃 经常出现这种 所谓的 呃 这些历史人物 端着 这个 诀来饮酒的 这样一种 场合 或场景 那么也就是说 呃 这个 这个历史上啊 对于诀的认识 除了一开始 呃 其实一开始 他是有两套系统啊 是有各自对应的 用途关系啊 那么到了 春秋时代呢 人们就 这样一种用途呢 他就废弃了 然后呢 就产生了一种新的 解释方式 就是人们认为 就是这一些 他所代表的 其实是容量 就是不同的容量 代表的尊碑 那么到了宋代之后呢 啊 因为新发现 就在当时 说他们是新发现的 先注意到了 这一些饮酒器 他们全都认为 都是用来饮酒的 啊 或者是 啊 那么把他们各自的 这种形象 描摹下来啊 啊 对 就是对一开始的 这种商周的时代 是怎么样的使用了 已经完全不清楚 那么甚至影响到 一直到这个 现在人们怎么通过 一种影视的方式 去表达啊 那这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 变化的过程 关于这个 青龙器制作的 一个技术啊 那么随着这个 近代的时候啊 这个 安阳的一个发掘 那么人们对于 这个 这个商周时代的 一个 呃 制同的一个技术啊 也发生了兴趣 并且产生了这个 成果啊 那么 左图呢 是这个 30年代的人们 这个 发现的 或者说是人们 理解的啊 怎么去制作 这个青龙器 一个过程啊 那么在制作 青龙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般会说 在中国制作 青龙器呢 它主要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 Peace Mode Casting 或者 如此 诞生了一个理论 叫做 Sensual Mode Serial 那么 去看这个 叫Begley的一个 著作里面 他讲到了啊 商代的这个 青龙器里面 嗯 这个Begley呢 是一个 那么哈佛毕业的一个 就 就是一个 呃 这个 这个怎么说 艺术史家 呃 或者说是 呃 考古史家 呃 那么他呢 是 那么 因为 也有一些人 可能是都是知道他的啊 那么他就是 就是在这之前 可能如果你接触过一些 呃 这种类似的著作啊 可能都会讲 可能都会讲到啊 这个一个蛮著名的历史事件 呃 就是在那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啊 这个西方的 欧美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啊 艺术史学界 呃 他们就会一问这个 这个 上代的这个青铜器 呃 它上面有很多的 凉蜀的一个花纹 比如说所谓的这个 靠铁纹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 张光子呢 他就认为 呃 这些动物啊 其实是那个 萨满 啊 这个 这个巫师啊 他 他沟通天地 那他可能就是 呃 通过这些这个 动物的助手啊 来这个 跟神 取得联系啊 但是呢 这个 呃 巴格林 他的老师 罗悦啊 还有这个 他 还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就认为 这个其实是没有 什么意义的啊 而且完全没有 没有什么证据啊 那么后来这个 这个 这个争论啊 持续很久啊 后来那个 好像编在一个 论文集里面 这个论文集 可能是叫 就是中国 清逢礼器的 什么意义 这里的啊 呃 这应用一下子 想起来了 那么这种 这种这个 这个 Sexual Theory 就是啊 快助什么 或者是贩助法啊 呃 就是 中国清逢器的 铸造的 主要的一种方法 就是通过 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今天的这个 语文词汇里面 所谓的磨和饭啊 来进行一个铸造 那么这种磨饭呢 呃 出土啊 出土的是很多的 而这种饭呢 一般都是由 呃 陶来陶器来制作的 啊 那么这些 出土物呢 是相当多的 啊 那么经常提到的 一个材料 比如说 他们会提 这个 这个侯马 这个遗址里面呢 看到了很多的 这种 呃 还有陶做的 这种模范 那么观察图片 呃 我们可以发现 啊 这也形成了一个对比啊 那么左边的这个 哎 是那个现代 经常用到的 啊 所谓的施料法 啊 这个右侧呢 就是中国的古代啊 啊 上周时代啊 啊 当然之后也是啊 经常使用的一种 呃 Piece Mode 就是快模 一块一块的 组装起来的 嗯 那么这个图是借用了 一些演讲 这个 啊 许鸿的一些 这个演讲的图片 啊 就是制作一个模具 啊 然后呢 他就是 嗯 把那个刻画的那些 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刻在上面 啊 然后呢 就是通过烧 烧之后呢 就硬化了 然后呢 几个模范 那个组装起来 然后通过一个孔 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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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这个铜液呢 注入到里面去 然后呢 等它凝固之后 就可以取出来了 好 那么在一些 呃 这个很多的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查到 这样的一种过程啊 然后呢 这里呢 还是 还是可以看一下 呃 这个 哈佛的这个 通时刻 ChinaX的 这个 视频 还是一起看一下 但你可以在网上找到 我们的 我们的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the Harvard Art Museum 我们是 我们来到 Dr. Robert Maury who是 Alan J. Dorsky Curator of Chinese Art and has been here at Harvard since 1986 One of the extraordinary features of Harvard's Chinese collection are a series of bronze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Perhaps you could just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technology of making these bronzes Sure These bronzes are made using a very complex method that was not used anyplace else in the world most any time maybe until the 20th century maybe but not before that It's called the piece mold technique and the way they did it they first made a model of the vessel in clay which they fired to give it strength durability and a very hard surface Then they would take small pieces of clay and put them over sections of the vessel to make the mold itself and that's why it's called piece mold it's in numerous different pieces After they have made impressions from the model decoration was carved into the model Never forget that one of the glories of these vessels is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 see on the surface was integrally cast with the vessel itself There is very little cold working that is post casting chasing chiseling and such It is integrally cast so that that decoration for the most part was incised engraved into the model so that when you put the piece of clay against the model and then pulled it off it would have part of the shape of the vessel and part of the decoration Of course those being clay and the bronze when it's going to go in is going to be very hot means that the pieces have to be fired This is a difficult part because whenever you fire clay it's going to shrink and so then you have to have pieces that even though they have shrunken still fit together perfectly and then you would bind them together you have an inner mold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have a completely solid vessel little pieces of bronze called chaplets that hold the interior mold away from the pieces of the outer mold when it's all set you put the molten bronze in of course the whole thing is upside down the reason being it's upside down you don't want any bubbles there are going to be bubbles in that molten bronze when they rise to the top you want them on the bottom of the legs where no one's going to see them so it'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but it gives superior casting result thank you 那么这个 视频 我下载 的时候 是 没有看到 有什么 也就是 没有字幕 那么 反正 大致意思 就是说 这个 鲍比德 还有这个 右边的 柯伟林 两位教授 介绍了一下 这个 这个 Robert Murray 就是 他说 这个 在 1986年 以来 一直在 这边 工作 在哈佛工作 然后呢 他介绍了一下 这个 Sacra里面的 有很多 一系列的 商代的 一个 产品 然后呢 这个 Marie 就说了 这个 这一系列的 这个 商代 轻动器 都是通过 这个 所谓的 Pistomodcasting 就是 可能说是 中国 读音 弯的 到了 到了20世纪 可能 其他地方 才有 夸奖了一下 那么 这里 可能 边讲的时候 也有点 也展示了 这一系列 商代的 轻动器 那么 Pistomodcasting 这个 这个 这个泥 上面 就是这个 这个 范 上面 然后呢 他还强调了 说这个 这些 上面的 这些 花纹 什么的 都是一体 铸造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不是 事后 再进行一个 雕刻的 那最后 他 他就说 就是 通过 原来这个 作为 这个模板 这个青铜器 他这个 印到了 那个边上的 比如说 这三块的 块状的 模板上之后 就留下了 他的这个 这个纹路和形状 然后 进行一个烧制 烧制之后 他当然一定会 程度 这个粘土会 这个 他会缩小 然后呢 就是 把它们 绑在一块 那么 然后 他上面 他那个口 就是中间 那个 就是那个 溶积的部分 也会制作一个内腔 也要放进去 然后呢 全部组合到一起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 青铜的液体呢 就从那个口子上面 也就是那个角的地方 就是这个青铜器的 足的这个地方 一点一点一点 就是这个孔隙里面倒进去 然后最后形成的时候 就是在 这个青铜溶液 最后是在最上面的 那个 那个 这个脚上面吧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就说 这个 这个就不容易 不容易有气泡 然后就 那么 等它冷却之后 凝固之后呢 就可以达到 这个青铜器了 这是这个视频的 大概的意思啊 因为这个视频 没有字幕 只能再解释一下了 那么 还有一种呢 铸造的方式 即所谓的 Lost Wax Casting 是施腊法 那么它在中国 虽然不是主流呢 但是也是存在的 在一些器物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 施腊法呢 通俗来说 就是通过 腊和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个材料吧 雕制出 你要想要的形状 然后呢 再通过一个 这个泥 还有呢 就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壳 然后呢 然后去把它们 放在火中烧 那么这个蜡就是 会预热 融化 就会流出来 然后中间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模型 那个东西 你就 再把那个铜液 青铜溶液 就灌进去 然后呢 同样的呢 冷却之后呢 就会形成 你所想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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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 那么 也还是 会有找到 这个视频来 记事 那个视频是来自于 那个 克里夫兰的 那个 一个美术馆 他做的一个 一个动画 The ancient metalsmiths of Costa Rica Panama and Colombia were masters of lost wax casting which they used to create intricate gold ornaments of many kinds This animation reconstructs the stages involved in casting one Panamanian pendant but the principles also apply to other cast objects from the region Many are on view in the ancient Americas galleries The process started with making the wax model First a clay form in the general shape of the ornament was created Next a wax model of the ornament was built up over the form Then wax details were added to the model The next stage involved making the mold Wax vents and a wax sprue or pouring channel were attached to the model Their precise locations haven't been identified on this ornament which could have been cast upside down The model was covered with a slurry of water clay and powdered charcoal which was allowed to dry Importantly when it did it captured an exact detailed impression of the model's surface The model was encased in a clay-based mixture which dried to form a hard mold In the process the inner clay form was attached to the mold Then the casting was made The mold was heated to a very high temperature to melt the wax which was poured out or lost This gives the process its modern name The resulting void was shaped like the wax model due to the dried slurry The inner clay form remained in place because it was attached to the mold The mold was then reheated and molten gold alloy was poured into it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wax Gases escaped through the vents sprue and porous clay mold When the gold had cooled and solidified the outer mold and inner clay form were removed freeing the casting The gold in the sprue and the vents was also removed and probably used elsewhere Now the ornament was ready for surface finishing such as polishing In the past lost wax casting was us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remains in use today So this it has been in English so it doesn't need to explain It is through a 巴拿马 地带 the 地区 of a 常见 the 精调师 the is how to do the 介绍 被谈论 较多的 是 中国 施拉法 的 气 有 所谓的 楚国的 春秋晚气 的 云文 浸 这个 所谓的 浸 就是 盛放 酒气 的 桌子 那么 他 这里面 讲到了 这样一个 延伸 就怎么样 是属于谁的 这里 不是重点 要 讲到的 地方 那么 第二个 是 还有 真喉 以目 里面 出土的 青铜 砖盘 分成 两个部分 那么 这种 镂空式的 很精巧的 制作 是通过 施拉法 来 铸造的 那么 中国的 这种 制造 技术 可能 还会 还讲到 我们还会 经常提到 一个案例 比如说 是 西安 北部的 一个战国 铜架木 那么 这个铜架木 里面 就出土了 很多的 动物型的 饰牌 就比如说 这个21 这个 还是一匹马 的一个形象 然后 第二个 是 讲到了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 这个 刀剂的 竹的 一个火箭 等等 那么 这是一个 中国的 关于中国的 这个 铸造 那么这段 财量 其实讲到 那个动物 饰牌的话 其实还引出 另一个 另一个 饰牌 那么 斯拉法 和这个 这个提出 主要是 两位学者 那么 右侧的 这个 就是他们 等等的 这个文章 提名是 讲到了 这个 Lost Wax Process 那么 这两位 是 Emma Banker 和这个 Joseph Turnback 然后呢 他们是 在 1970年代 就发布了 或者是 提出了 这种 Lost Wax Process 他们是 这个提出 这个观点 是为了 研究一些 草原地带 比如说一些 收藏在 欧洲的一些 就是他们这些 动物形状的 金座的 这些饰品 我们稍有了解的人 就是了解 这些草原考古的人 都知道 在草原考古里面 这种动物形的 饰牌是 相当常见的 一种现象 那么 其实后来 这个Emma Banker 也是看到了 这个考察了 这个中国北部的 这些 物章群里面 出现的这种 这种 这个动物形 饰牌 就开始 有一些推测 可能就觉得 中国的这个 斯拉法 起源于北方 之类的 这样一些畅想 那么 到底 怎样 这个中国的 斯拉法 其实呢 有一个 会较好的著作 就是Mental Working in Bronze Age China 这个作者 是彭彭 其实呢 这个人呢 他 就是他的经历里面 其实他是 也可以算是 就是那个 贝格雷的 贝格雷的学生 然后他还有一个著作 有个著作 他其实呢 一起合作翻译了 另一个 比较还蛮知名的 一个 作品 就是那个 中子为成 在他的这个 这个大纲里面呢 讲到了 第一章 第二章 他讲了一个 这个 这个 斯拉 铸造技术的 一个技术基础吧 然后也回顾了 这个做了一个什么 学术史回顾 那么第三章是 对这个 真猴 以木做了一个 一个一个个案的研究 然后呢 是讲到了 第四到第七章的话 他主要是在讲 这个 中国的这个 Bronze Edge的 其他的一些 驻造 线 那么 在探讨 后面的那种 这个设计 为什么这样设计啊 这个 驱动力是什么呀 或者说是 可能比如说 有一些是因为 这个物体的形状 非常复杂 所以他用到这个技术等等吧 然后第八章呢 那么第八章呢 他就讨论的是这个 天同时代中国的 斯拉技术的起源 那么这个起源 那么他可能 说就是目前的 这三种说法 一个呢 是本土产生的 发展而来的 第二个呢 是这个 这个斯拉工艺 是西南传路 第三个呢 是所谓的 北方传路 那么他想要通过 已知的一些 考古材料来验证 那么其次 他还特别的说 就是说这个 斯拉法的起源 真的很重要吗 它的出现 也许是很重要 但是呢 他其实也并不一定是 可能他铸造 就是唯一的方式 就应该是斯拉法 或者怎样 他说的是 这样一个态度 然后呢 第九章 作为这个最后一章呢 就回顾了几个 没有解决的问题 然后呢 进行了一些 讨论 并且加强了 对一些技术上面 艺术标准 还有对什么 发明的这些理解 那么接下来 会讲到的是 作为对一个 那个这个 眼光 再放远一些 或者是 再大一些的话 我们会去看这个 世界范围内的 这个斯拉法 是怎样 那么 这个最早的案例 可能 是发掘于 在今天这个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但是 这个 这样有个地方 叫 Durankulak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 所谓的 Varna Varna的这种 这个遗迹 或者是墓葬 叫做 瓦尔纳墓地 那么这个 这个瓦尔纳墓地呢 它里面呢 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黄金 这个黄金物呢 它是说是 公元前 4500多年左右 到公元前 4300多年 那么 在这个 瓦尔纳墓地呢 发现了 很多的精气 其中有一个 是 这个 最早的 所谓的 精英贵族 男性的一个墓葬 这个墓 这个墓 那就是 那么这个 代表性的观点 是这个 马利亚 金布塔斯 他是一个美国的 就是这个 这个立陶宛裔的 一个 靠谱学家 他很 他比较知名的是 就是他在研究 那个新世界时代 和青铜时代的 这个 这个欧洲 古代欧洲 然后呢 他说 他知名的是 他的那个 库尔干 假说 就是说 这个 印度 欧亚的 这个 大草原 是那个 原 这个 这个 原始 印欧人 他们的 他们的家乡 可能是在 东欧 大草原 上面的 那么 针对于 这个 Varana的 这个 墓葬 他说 这个 尤其是这个 这个精英 精英男性的 这个墓葬 他就 他就发表 这个观点 他说 这个 5000年 就是 工业圈5000年 差不多是 这个 男性权力的 在欧洲 是逐渐 进起 逐渐 崛起 那么 一些高级的 高阶的 那种 男性 他们 就会有一个 显著的 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 就是说 一个呢 是他们手上 就会持有 这个精子 做的那种 战锤 或者这种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们可能说 是有一个 叫做 Pinishes 那么 这个呢 就 你懂的 这个箭头 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么一个 就是他所谓的 这个手上 这个战锤 或者战斧 或者狼牙棒 表达这种 男性的 军事力量 或者说是 男性的这种 通过军事 来表达他的这种 力量 那么第二个 这个Pinishes 就是 就是那种 男性的 性特征 这种 来表达这种 男子气概 之类的 当然有的时候呢 是腰间的那种 金座的 这种腰带啊 但是 当然这个案例呢 是无法 说明的 那么他说 这些 这些 那个艺术品啊 这些文物啊 是这个 当地的 那个工匠 制作的 那么 这 关于这些 这个文物 这个 Warner的 这个 军期的研究呢 比较代表性的 或者是知名的 也是这个 在这个 建桥的考古学 厂词上 所发表的 那么 多位联合作者 他们呢 就发表了 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文章的名字 叫做 这个 题名呢 应该翻译成 比如说这个 《论黄金眼链术》的 发明 那么 然后 他说 保加利亚 瓦尔纳 一号公墓的 精气 然后最后是 这个 技术后果和 发明的 创造力 那么这样翻译 那么 联想就是 《论黄金眼链术》的 发明 保加利亚 瓦尔纳 一号公墓的 精气 技术的后果和 发明 创造力 那么翻译成 中文应该是这样 那么图片当中 就是他对这些 细部的 黄金金属 进行了一些 细致的考究 那么这个内容 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 我下载的时候 是通过 Academic 那个软件 去下载的 然后除此以外 叫找的 还有所谓的 这个 十海附近的 有一个叫做 Naha Marshmour 的一个 这个 叫藏 或者我们叫 藏品吧 在这个 这个Naha Marshmour 是那个 以色列 四海附近的 那个 沙漠里面 有一个 季节性的 小溪流 那么就是图片中的 峡谷的下面 那么在 60年代 61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探险队 那么在 那个河床的 洞穴里面 发现了 很多的文物 而这个时间段 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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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端讲的 保加利亚的 南尔 这个 娃尔纳 这个墓地 就要晚上 差不多 八百 这个七百 到一千年左右 这些器物的形状 或者是对这些 器物的讨论 还是一样的 是一个叫做 莫雷的 一个知名的 一个学者 他呢 也是 八百年的时候 发的这一篇 论文 是作为一个 这个纪念 这个标志性的 一个文章吧 那么文章的 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呢 就在取了 也是我们 右边所看到的 当时 较常被发现时的情形啊 那么很多的柱状物 各种各样的器物 主要都是 这个 亲同志做的 那么 嗯 这些物品呢 啊 如图所示 都是宗教性的 啊 有一些 还有一些像武器一样的 狼牙棒一样的 啊 钉头的柱状物 啊 这个锤状物 啊 还有呢 这个类似有 啊 可能被认为是王冠的 啊 还有是这个宗教性的 三杨权杖 那么对这些的解读呢 是 嗯 多元的 啊 有一些 这个考古学家呢 都认为 他是距离他 啊 不远处的 啊 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神庙的一个遗迹 啊 那么 还有一些认为是没有什么关系 啊 那这些是后话 那么这个莫雷呢 他还 呃 还有其他的这个文章 呃 比如说他 呃 发布的这一篇 啊 呃 讲到了 呃 美索 不达米亚的 这样的一种 啊 考古学和艺术的证据 啊 呃 我们都 呃 会再进一步看 那么这个莫雷呢 呃 也简直到也就可以 他是英国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 学者 那么他的这个 呃 Specialism 是那个 他的专场是那个美索不达米亚 和古代近东的这样的一些考古发现 和艺术史等等 呃 嗯 那么呃 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呢 特别强调了 呃 在这个 一些小剑的 斯拉法制作的这些器物呢 是在这个时候 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出现的 嗯 那么在这段文章里面 就是呃 蓝色背景的文化里面呢 就是他也提到了 呃 刚才我们说讲到的呢 哈尔米什玛的那个教堂 嗯 那么嗯 他上面这段话没有华 但是也讲到了那一个呃 呃 狮子型的一个吊坠 而是属于那个乌鲁克文化的 那么这里的那个呃呃 呃呃文物是没有找到呃 呃 尽似的 那么我觉得用来说明 还好也还有其他的可以说明啊 呃 呃 那么在看到左边呢 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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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这个呃呃文献的名字叫做 Meka and the Lord of Arata 呃 呃 那么这是一个或者我们翻译成叫 恩 恩美卡 或者叫恩默卡 呃 呃 与那个阿拉塔之主啊 那么这个文献呢 是一个苏美尔的早期文献啊 那么这个创作的时间啊 这也讲到公元前21世纪啊 那么这只是强调了 那当然这个呃 苏斯或苏萨后来还成为阿卡的帝国的首都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了 那我们讲到这个狗的身体呢 啊 这个卢浮宫的一个介绍啊 他也说的很明白 他的狗的身体 还有他的耳朵啊 还有尾巴啊 这些都是通过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施纳法来制作的啊 那么这个就呢 就是我们刚才啊 莫雷所说的 呃 这个在两河流 在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呢 啊 这个呃 斯拉法呢 早期用来制作的这些小型的一些物件啊 啊 啊 那么与卢浮宫所藏的这件产品呢 呃 相近似的呢 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构型的吊试啊 我想他们的那个艺术来源 很有可能的是 是一致的啊 在这个南亚地区啊 那么 呃 同样的这种技术也是比较发达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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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截取了论文当中的图片 啊 图片是 呃 是这个 呃 这个遗址分布的地图 啊 还有这个当时遗址的照片 啊 以及这个所谓同龄形护幅的正面 一面的一个 呃 它的一个形状 那么也就是说 啊 我们所看到的是 啊 以整个古代的画面啊 呃 呃 那个世界的呃 呃 就是世界范围的主要呃 呃 文明或者是一期当中 他们都在采用一个所谓的施浪法来去塑造这个 封器啊 啊 那么 这种技术 呃 它是在印度也有 啊 那么在这个 这个最古老的 尽东啊 啊 这个 美索不达米亚 也当然也有 啊 还有在这个 呃 多地带啊 啊 这个保加利亚 这一带 出现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那种 黄金的施浪之做技术的一个丰富的成果 那么其实我还没有讲到的是到之后的发展 啊 比如说到我们像像近似的商周的时代 在这个呃 这个大西洋 以及大西洋进土时代 那么有一些也是啊 比如说那个建策出的一些考古人 打字上也会说到 啊 比如说那个大西洋 这种是在传统的 他们那种进行宴会的时候 会有一种那种钩子 就是从那个铜里面勾出那个肉的那种 嗯 这种钩子啊 啊 那么这个我没有放到里面去 啊 那么就我所思大就是这样啊 那么 这些其实都是普遍运用到这样的一种技术 啊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其他的中国之外的世界 啊 他整个一个在早期的啊 整个一个技术性的一个 初略的一个了解 那么然后我们回到啊 比如说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们还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从他的文本来说 从他的使用用途来说 包括他的一个规格来说 都反映出不少的啊 所谓中国青铜器的 啊 现在回到的是中国青铜器的这样的一些啊 这些规格下面的所反映的一些 就是从出现的场域来说 这些个中国青铜器 它出现的是祭祀的场合 和作为贵族的买产品出现 啊 那么 呃 我们就神力的一点 把这些点 都点一下 那比如说张光直说的 在商周的时代呢 那贵族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 等级森严的祭祀的制度 他垄断了那些神 能够跟着的权利 呃 只有王 才能够有权利 造极 嗯 这是 啊 那么除了这个啊 张光直 先生说的这个 祭祀的 角度 还埋藏这个事情 本身啊 或者埋藏品 他本身的一个解读 啊 我们也可以听这个 Katley说的这个话 啊 那么他说的是 呃 考古学的证据呢 啊 他提示了人们这样的一种变化 也就是从新世纪时代 到这个青铜时代 随着贫富 性别 还有权利 那么在中国这个 四千年到三千年之间 啊 他的差异性在凸显 第二个呢 不仅仅是一种埋藏物的一种区别吧 更多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他是被这些所 他被这些投入 哪些投入 比如说能力物力的一些投入 财富的投入 还有这个Ratual Care 这个仪式性的 这个这个这个力量 那么也就是说 呃 这些差异呢 也都体现 也是可以从中看出来的 呃 一个一个要素 那么第二个呢 从使用的角度来说 呃 这个青铜器呢 它是成套出现的 嗯 罗生呢 就是在八九十年代呢 就提出了一个 理智改革 Ratual Revolution 呃 他呢 就是注意这个 这个 成套的这个 这个力气 它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啊 还有它的一些变化 这个器物里面 哪些部分被拿走了 哪些部分 比如商的部分被拿走了 周的部分出现了 那么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角度 那么呃 其实它的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呃 西周晚期的 这个商代 这个商代的那套 青铜器传统 是被打破的 那么这些内容呢 其实啊 是比较 呃 比较多被提及的 那么这个呃 呃 也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呃 啊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就是说比较 常提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 既是所谓的呃 呃 阴鬼 周鬼 那么阴鬼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商代的时候 呃 这个成套的礼器当中 比较是以绝这样的 饮酒器为主的 这样一套制度 而所谓的周鬼呢 呃 就是鬼道的鬼 那么周鬼呢 就是所谓的以鼎立 这样的一些真主器啊 为主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跟 也跟我们所知道的 所谓的啊 这个周人的认识里面啊 商朝人士亡于 呃 酗酒 这样的一种认识 啊 这样一种认识 可能有所对应 那么这 这个 这个 那么这里呢 他的结尾呢 其实就已经 明确在说这段话了 他说 虽然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啊 但是呢 在这个 西州公王的时候呢 确实发生了 这样的理智性的变革 呃 第三个是 是一个很简单的 或者是我们大家都 很容易就马上认课的 呃 从拥有者来说 是 是政治 和血缘集团的 精英 那么这样的案例 太多了 啊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呃 黄明崇的一个 观点 嗯 这个他 他讲的这个 传记 他就讲到了说 传世文献中 记载了所谓的分歧 那分歧就是说 呃 五王客商之后 他以大量 呃 这个 获得了这个 金桶一起分赏给 有共之城 那么最终 当然也提起 当然是按照这个 呃 这个阶层呢 或者说是政治权力中的 一个 一个序列来分配 啊 这就是政治的 序列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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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小点吧 比如说从文本 文化的这个套语来 总说 顶啊 鬼啊 等这些器物里面呢 有这个名文 尤其是西周的啊 那么这里面呢 他的命名是以受赐者来命名 什么是墙盘啊 之类的 那么一般的名文结束呢 呃 还有之后 还有所谓的用作保尊仪 以至后面的啊 就类似这种 阿浪子孙啊 永远享有这样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宝物啊 啊 而且呢 这些宝物呢 就被啊 就是按照代记呢 这样传递下来啊 不停的用作于祭祀场合 出现在血缘群团的 仪式化的这个祭祀的现场当中 这也体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延续性 那么比如说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啊 出自这个著作里面的所谓的东哥鬼 那么这个东哥啊 其实为什么这么念呢 可能我看好像大部分啊 许多都有这样念法 那么这个字无法啊 怎么说 就是现在没有这个字嘛 那么在这个红色的圈内 下策的 像这个呈现弧度的啊 显然一看就知道是甲骨文里面 冬天的冬至 而上面这个呢 当然是表达的是歌 那么这是他的德名啊 那么第二个呢 最后的这个话语啊 也是一个套语 其子子孙孙永保 那么当然了 这里有一个常识 就是指这个字的下面 有两点表达 重复一次 作为一个节省用料 节省用字 那么在书法里面也很常见 这是一个常见的 那么还有就是 被人们呢 可能会注意到的是 被人们注意到的是 这样的一种器物 它有自己的一世性的 文化性的意义 也是一种文化的权利 那么他们呢 呈现出一种 从中原向周围 扩展的趋势 这体现了周文化的一种 文化的这个影响力 比如说在这个 江南 这个吴越地区 两组文化 就是作为一个代表来说的话 那么这种 最瞩目的 这个就是 玉器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 玉虫 那么除此以外呢 在这个南京地区的 这个遗址里面呢 也出现了 普遍的这种 遗址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北阴阳营的 玉皇 那么到了稍后的一个时代 到马桥类型的 上海 这个马桥类型的 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些小的轻动器了 还有那个器物上的这个文士 它也是 跟这个二里头 二里港 这是有关系的 最后 最后到了这个西州的中晚期 这样的一种 表现 它就非常的明显 就更加明显 那么在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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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江苏南部这些土顿墓里面 这么多土顿墓里面 就出现了典型的 西州的这种青筒器 当然它有可能是直接穿路 也有可能是仿制的 那不管怎么说 就 这体现了这种西州性文化的 被接受 那些器物 比如说这里讲到鸳鸦型的尊 比如说这个 双鸟耳方坐轨 那么这个都是 周文化的 在当地就已经占据一个 相当的 或者甚至说 可以判断是主导性的地位 最后 一个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困惑 其实也不一定是困惑 是一种表征 或者现象 这个从美学上来说 中国的东西 它的形象 它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有一种 可能称之为 秩序感的 神秘感的 一种抽象的文样 但是呢 这个美索不达米亚 或者是希腊的 它就展现人本身的形象 最常见的是这个 涛提尔文 那么美索不达米亚 到这个希腊的时代 出现的是 描摹的是人本身的形象 比较多的 比如说这个 可能所有人都知道的 萨尔贡的一个头像 比如说这个 波赛东的这个青铜像 这是两者之间的一种 对比 那么这里 就不再延伤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